好 新北市永和日前发生一起惊悚的车祸 有一名推着资源回收车的男子呢 走到半路他不明云突然昏眩了 整个人是仰躺 躺在路中央 结果是被小货车的后轮碾了过去 当场失去生命迹象 男子推着回收车缓缓走在马路上 下一秒他却疑似身体不舒服 停下休息 就是一辆小货车开了过去 男子瞬间往后仰倒在路上 当场遭后轮碾了过去 倒替不起失去生命迹象 本来两手扶着那个推车嘛 然后他放左手就看对面 然后看了对面右手放了 整个人就好像就不省人事倒下去 我们在这边没有听到任何声音 可是我们出去的时候 就看到一个人躺在那边 还是连去的 惊悚车祸意外发生在八号中午 永和保福路日段上 五十岁的省性男子 平时以资源回收为生 小时候头部开过刀 平时会有手抖的问题 当时在回家路上突然晕眩 倒下残遭车两年过 紧急送一抢救 仍是不至理事 深信死者平时跟妈妈相依为命 这一天却在回家途中惨死沦下 也留给老母亲无限悲痛 记者新北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